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 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 在寂寞孤单 内心将要破碎的时候 宁静平安 进入我们的内心 当我们眼前的道路 看似走不下去 天父对我们说 有耶稣基督的爱 托住我们 陪伴我们 走过每一个不容易的时刻 在这美好的主日清晨 感谢天父上帝 再次聚集我们每一个人 一同来敬拜祂 来赞美祂奇妙的作为 同时也求神 坚固我们的生命 扎根在祂的话语当中 谢谢天父 透过圣经 来向众人启示祂的拣选和救恩 因为我们都能够 时常回想起初 我们与神相遇的那种感动 还是知道 成为神的恩女 有何等宝贵的恩典 不只在今生有指望 更在永生有盼望 感谢神 从旧约到新约 从犹太人到外邦人 透过整本圣经 穿越时空 对我们说 你爱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也有能力 将基督的爱分享出来 特别是为着目前正经历重大天灾 强烈地震的日本雄本 南美俄瓜多 东南亚的缅甸 来破浅的带导 美洲神在降灾的同时 也发出怜悯 将所有的苦难减到最低 也为着祖内的弟兄姐妹 身心里有欠安 有软弱的 疲乏的来带导 让他们可以靠本主恩 得医治 重新得利 我们恭敬的将以下的时间 将我们不仰望在神的手中 愿神心智摸着我们 掌管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 还是这样感恩的祷告 祈求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用主大伯恩 一起来念 准备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利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愿我们的在 如同我们的人的在 不照我们遇见事态 借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病荣耀全世民的 持大永远 阿们 攻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记得在 雅各书第二章 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八节 我念单数节 那六节便先念双数节 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八节 第一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第二节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剑子 穿着华美衣服 敬你们为他去 又有一个熊人 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众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 说请坐在这好位上 又跟那熊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脚跟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天心待人 永何以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神岂不是简选的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你们来不到羞辱贫穷人 那富足人豈不是欺负你们 把你们到公堂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敏吗 经常记着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尊尊的欲望 这还是好 我们最后一句 我们在一起来念一遍按盖器 经常记着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尊尊的礼法 才是好的 愿成的跨越精神祝福大家 讲道请洪千惠牧师 千惠牧师 今天主要讲道的题目是 让我们彼此相爱吧 这样在实验上 我们先会牧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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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